兒科醫護人力不足 問題越來越嚴重 就連台大醫院也有這樣的情形 今年兒科住院醫師招募13人 但實際上目前只找到6人 願意進入兒科服務 一屆龍頭台大醫院 過去是不少醫師 擠破頭要進去的地方 台大兒童醫院院長就說 台大住院醫師多年來 從來沒有招不滿 這情況是前所未見 醫師分析台灣高齡化少子化 讓年輕醫師認為沒有發展性 還有人力少工作量大 健保給付不如其他專科都是問題 也導致了北極的醫生 還得留在兒科集中症現場 而不只台大醫院 還有彰化基督教醫院 兒童腎章科主任也發文指出 院內兒科值班醫師年齡 竟然要提高到60歲 人力缺乏情況 似乎是各科當中最嚴重的 衛福部為了解決人力荒 提高基層專科醫師 照顧未滿4歲兒童的醫療加成 預計今年兒童節之前 還會再加碼兒科的補助 而除了醫護全疫民眾就醫也要注意 因為從3月開始有8家醫院升級 像是雙和醫院門診 從350元漲到570元 台北慈濟390變570元 台大新竹從390變520元 到這些地方就醫得多掏一點錢了 TVBS新聞 陳偶像黃凱 靜臺北 蒼包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